随着新生大球员不断崛起,老一辈球星们也逐渐老去,不少人甚至已经退出了NBA赛场。 那么,新的超巨们到底计划什么时候退役呢? 库里今年已经34岁了,本赛季他再度带林勇士打进总决赛,表现十分出色。 平线而论,库里这么多年虽然伤病不少,但他目前的个人状态还是相当不错的,多打几年应该没问题。 库里曾透露,自己的愿望是像父亲一样,打满16个赛季退役,而届时,他将年满37岁。 杜兰套今年33岁,如今,手握两冠和两个FNEP,但因为始终得不到外界肯定,他选择离开勇士。 然而在篮网的两个赛季,杜兰套都不能带领球队打进总决赛,而他在很早之前就谈到,自己进化赛35次退役, 因为35这个数字对他来说意义非凡,主要是为了纪念自己的启蒙恩师。 然而现在,他已经33岁,距离计划退役时间还有两年,想要再多一贯,还是有希望的。 詹姆兰套37岁还能打输,场均29家的恐怖得分表现,这令人十分意外。 在谈到退役问题时,他表示,希望到儿子进入联盟后再退役,但从布朗尼现在表现来看,进入NB的难度还是很大的。 所以张慕斯啥时候退役真不好说。 那么,绝症黄还能再打几年呢?